好 赵复衡的建议办 乾隆神情似乎开朗了一点 回炕上 潘膝坐下 扯过刘乌龙的奏折 用朱笔批道 此奏 乃清之禀宫茶奏 朕以至成 待臣下 不亦大臣中尚有如此者 亦朕之成 不能感化众人耳 亦胜愧愤 乾 萨哈亮 卡尔钦之士 轻已知之 此事 以着德佩 写至此处 他打了个盾 又加上了副都统 旺扎勒的名字 即 敏着副都统 旺扎勒 会同宴神 若实意为 执法 而一耳 朕之轻 必不附会此奏 以网入人罪 亦必不孤息养奸 而为道 干玉也 轻其免之 若附有十句 一面奏文 一面剧本言参 写完 又将一张字条 捏过来 递给静坐的 纳钦 说 你们看看 这是卢卓 写给杨振景的信 纳钦知道 这就是刘乌龙 新抓到的证据 结果看时 上面写道 静无人凶 拖来人 所带银票 已收弃 汪少祖一案 已结 有关人 扶判 无异语 皆凶条处有方也 无 无异议 但此等银收受 泼类事后收贿 无心不安 转告汪少祖 笔原即有礼 以胜诉矣 此音 唯无赞解 可耳 他常和卢卓 有书信来往 从手记看 的的确确 是他的一笔草书 纳钦一边将信 传给傅衡 心里暗道 这种事 也好写信 卢卓那么精明 在这上头 原来是个呆鸟 傅衡也是一目了然 苦笑着把信 双手捧还乾隆 说 信上严明是戒 如果汪氏 收有戒据 卢某虽存 不应知罪 毕竟与受贿有别 请主子锐见 这个自然 乾隆将信 粘在奏折上 合住了 叹说 哎 钱真是个好东西 圣祖爷时 官们成千成万的 从国库里借贷 挖的藩库空空如也 为了轻债 纳还库银 先帝爷和十三叔 急死急生 和皇叔们都闹了生分 到朕手里 宽颜并济 刚好一点 从国库里不敢借了 转过头来 向老百姓伸手 圣祖爷跟前的高士奇 明珠不说 先帝爷跟前的 余虹图 正是熟悉的 那是多么精明 能干的人呢 也钻了前眼里 就是撒哈亮 卡尔钦 也都不是笨人 一个个都栽了进去 他不胜烦恼地摇摇头 口里像含着一枚 奇苦无比的黄莲药丸 半赏又问 你们也爱钱吗 你们将来会不会学这些人呢 你们有什么法子 治这钱劳之急呢 那亲 见乾隆如此激愤动情 忙扶身跪下说 奴才读过禁书 十重传 聚祸多时 祸益至 不敢爱钱 也时时警戒子弟 不得爱钱 也可向主子立誓 永不做贪钱之人 但钱之流毒 害人心灵 实为无药可医之极 奴才也无良法 傅衡也随他跪下 叩头说 奴才以为钱 取之以道 用之以法 并不是坏东西 所以自周景筑前 圣人不尽 即以今日而论 国家造钱十倍于顺治年间 五倍于康熙年间 两倍于先帝雍正年间 仍不服用 东南私之作坊 瓷器制作坊 现已如雨后春笋 拔地而起 内地财货交流 海外查思贸易 人民生业 无不用钱 所以御是盛事 钱比御是畅流无至 钱之功大于过十倍 至于奴才 自有俸禄可养身家 可交子弟 可孝长亲 且屡蒙皇上班赏 地母装田 连签皆末 若再敢贪非分 一丝一缕 不但是个背叛皇上的贪婪之臣 即天地神明 也不能荣臣 他话音未落 那亲便一阵懊悔 我怎么就想不出 这么好的奏队 钱龙微笑说 都说得很好 听起来似乎 复衡更为透彻些 上次英吉利 意大利 俄罗斯来了几个传教的 想见朕 礼部给他们定了 接见的礼仪 他们不肯行跪拜礼 后来他们到了南京 尹吉善见了他们 叫衙门里师爷 陪着他们到苏行 转了一扎 看了那里的丝绸 茶叶作坊 又见了几个景德镇瓷器的 中等店铺 回到南京 见了尹吉善就跪下了 头也磕了 说是我们比他们国家 负十倍 还说愿意回北京 重新给朕磕头 请求在内地建教堂不到 朕下旨给尹吉善 笑说 你比朕的面子还大呀 尹吉善回奏说 羊鬼子乃是势力小人 见我国力强盛 人民音妇 万物被沉 要与我贸易 他们有求于我 便就得扶低做小 洋人奇迹银巧 拼命修铁路造机器 他那有什么用处啊 朕看 除了钟表 别的也很稀松啊 我们天朝 无物不由 更不求于他人 凭借的无非是个民富国强 这里头 自然有钱的效用了 说罢便笑 傅恒偷眼看看垫脚自明中 已尽虚出时分 孤约张廷玉和阿尔善 即将觐见 听乾隆说的兴起 不由暗暗着急 好容易见了话缝 便忙叩头说 主子 奴才们银业觐见 还有要紧事起奏 纳钦也叩头说 事关重大 奴才们已经着人去请张廷玉 阿尔泰一并觐见 孤约这会儿也就要到了 乾隆正谈得高兴 是吗 循着钱的思路 要和两个辅政 深谈励志的事 听他们说的郑重 心里咯噔一下 是金川军事出事了 那秦说 不是钱县 是军饷出了事 他常跪在地 双手高高 将邯郸发来的 八百里加紧奏章 递了上去 恰在这时 外头太监往里 低头驱步进来 双手捧着一封 八百里加紧奏章 禀道 这是高衡刚递进来的密折 军机处张青说 两位军机大臣 都在皇上跟前 叫奴才直接乘进玉览 还有 鄂尔泰和张廷玉 也已经进来 现在养心殿 重花门外 后旨呢 较劲不较劲 乾隆愣着神 一手一份八百里加紧奏章 都来自邯郸 便知高衡出了事 许久才回过神来 拆开高衡的折本 将邯郸之府的奏章 也平摊在岸上 口中说 他们年老有病 叫小苏拉太监 掺着进来 说吧 便埋头砍折子 一时张廷玉和厄尔泰 各有两个小苏拉太监 掺扶着进来 张廷玉气色还好 鹤发童颜的 只是面带眷容 厄尔泰却是面白气弱 两条腿 似乎站不稳的模样 微微喘息着 两个人没有行下礼 乾隆已经摆手 目光不离奏折 免礼 此座 朕看完了折子再说话 是 张廷二人躬身一衣 颤微微坐在雕花瓷堆上 四名军机大臣 都是十分深沉的人物 此刻都沉吟着 不时凝视一下 聚精会神看折子的乾隆 殿中静的 只有字名中摆单调的响声 一时便听乾隆轻声叹息一声 撇开奏章 却问道 二太 你还是喘 震刺的药用了没有 二太透了一口气 轻轻嗓子说 回皇上 奴才这点全马之急 是在任乌里亚苏台都统时得的 陈年旧病了 哪里一时就痊愈了 托皇上如天之福 用了皇上刺的穿肩背 已经好得多了 乾隆又对张廷二说 老相国气色不错 张廷玉倾壳一声回道 这都是皇上所赐 奴才原来睡眠不宁 心计头炫 一来皇上有止 小事不理 居家调养 二来不时地赐药 服用后效应如神 因此精神上还去的 他顿了一下 又说 求皇上再赐些苏和香酒 奴才自己照方配置的 总觉得远不及皇上配置的效用好 傅衡和纳钦两个 原以为乾隆读完奏折 必定震害大怒 硬着头皮 等着他大发雷霆 听乾隆如此温言善语 向张廷二人嘘寒问暖 不禁都是一正 却听乾隆笑道 这不值什么 明先叫人送血 叫御药房的人 到你小药房里 浇着你的人质就是了 他偏身下炕 脸上若悲若喜 似笑不笑 在店中徐徐夺步 两久 长叹一声说道 看来 朕之德 朕之能 远不及圣祖 世宗也 四个大臣面面相去 不知他所言何意 圣祖时 内夺幽乱 四境不宁 先帝也在青海云贵 兴兵平乱 平三番 征台湾 三次亲征准戈尔 那是以倾国之力 支撑战士 年耕瑶 月中旗 兴兵二十万 江南六省 舟车水路运响 怎么就没有发声 腰结黄刚的呢 朕密运军响 原位的不致使 北方百姓 因兴兵有所惊扰 想不到 就双手奉送了一枝花 这真是比狗血喷头大骂一顿 还要令人难堪的责备呀 责备中不动声色 带着刻度凶狠的揭讽 句句都像刀子一样 翻人的心 四个大臣疼得都涨红了脸 再也坐不住了 啪啪 打了马蹄袖 伏地跪下 不敢言语 第十七章 君臣义政 痛说往事 龙凤相爱 对口息谈 这事和鄂尔泰 横尘无关 你们起来 乾隆苦笑了一下 唉 是朕得力不够 所以才有一枝花 这样的盗匪 流窜树上 不能缉拿盗案 也是朕无用人之能 将大师托付一个不可靠的人 向高衡 从街址到石家庄 他竟走了十几天 这不是玩乎亡命 他在折子里竟然说 是因为一枝花 预报山东一见之仇 盯上了他 这是怕朕 忘了他在山东的功劳啊 乾隆越说越气 眼圈也变红了 你们可以回去 问问你们书祖辈 张廷玉 鄂尔泰 当年跟着圣祖爷 先帝爷 是怎么办拆的 张廷玉像你们这样的年纪时 一天睡不了两个时辰 鄂尔泰在云贵 在乌林亚苏台 当将军都统时 一夜三次起来寻哨 你们如今有这个精神 只怕是屈而排斗的响 老黄狗养的肥 屈而排 傅恒有时封场作戏 偶尔为之 养狗 是乐钦 为防着友人私下 到宅里撞墓中 特地喂养的 平时乾隆常拿此说笑 是说傅恒风流倜傥 乐钦谨 但他此刻说这些 是由高恒那里迁怒转而来的 二人如何敢变呢 只得连连叩头谢罪啊 起来吧 乾隆发泄了一阵 胸中的怒气松缓了些 口气也就变了 朕急不择言 也许错说了你们 如今大清处于急胜之时 有你们的功劳 但又何尝没有炉桌 卡尔钦 撒哈亮的 他们变坏了 有功劳也得受诸 朕登基以来 除了小心于政务 更留心作养人才 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你们 还有高恒 阿贵 李世饶 刘统勋 勒敏 卢桌 恶善 钱度 朕远准备 叫你们随张廷玉 鄂尔泰 尽贤良辞 凌云阁上图像的 看来也不一定了 朕越是盼着争气的 反倒打朕的脸 一国之志 其兴也薄 其亡也乎 别以为现在不得了 离朕想的盛事 差得远呢 就真兴旺的不得了了 也还得如履薄冰 如临深谷 随文帝也开创过繁荣大业 可到阳帝手里 不几年的光景 就葬葱掉了 纳钦和傅横俯首听完 纳钦说 主上训会 奴才 一一铭记在心 绝不辜负皇上一片 阴阴期望之心 奴才等 唯有恭敬畏惧 小心奉旨办差 再不敢烧射荒唐了 乾隆这才转入正题说 太不可思议了 太平世界 在大官道上 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场行骗 当场授骗 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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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不是太神乎其神了 我们这些当差的 是不是也太无能了 六十五万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 厄尔泰在座中 向乾隆一一说道 万岁说的 是从大处看的 一只花此举 若仔细推想一下 实在是未尝不是穷穷陌路 狗急跳墙的行为啊 他在江西站不住脚 被迫逃往山东 又被高横围剿 他逃至山西 仍没有立起自己的营盘 所以才出此下策 他的如意算盘 头一见 他想趁朝廷 在西南用兵时 在北方结下军饷 做招兵买马的费用 或者送给当地土匪 谋求一块立足之地 第二 他想借此制造绳势 告诉天下 他还没有死 没有败 第三 给他的残兵败将 鼓一下士气 虽说此事很大 却只不过是 鸡鸣狗盗的行径 对于我们朝廷的大政 并无太大的妨害啊 张廷玉说 鄂尔泰说得很对 确实是鸡鸣狗盗行径 不得已的铤而走险 用一句江湖上的话 这叫忍秧 并不能显出他的大志和实力 反见其小家子气 这个数目大 如果是六十五两银子 邯丹府自己就处置了 他拥须一审又说 六十五万两 那是四万多金 发散 埋葬 搬运 都不好办 他一只花吞得下 消化不了 招兵买马 邯丹 邯丹长治 张德 去年都是免税府军 今年又丰收在望 人不饿极了 谁造反 依着奴才见识 可以叫刘统勋 去走一遭 那是三省之交 由他一体筹划 可以省些事 由邯丹一府之力 办起来绰绰有余了 那钦说道 邯丹府境内 出这样的道案 不处分不好 他已经在折子里 请罪查拿